大龄女丫丫将相亲的地点放在了房产中介,她出嫁的条件是要求对方买一套价值2003万的别墅,带着拜金女的标签,她的相亲路必定充满坎坷。 这不,一个卖土豆的土豪答应了她的条件,但是要求女主出资零头三万,房子成为夫妻共有财产,结果当然可想而知,丫丫被骗了,男主大头这边也好不到哪儿去。 她是一个有理想,有抱负,有才华的三有青年,但她同时也是个三缺青年,缺机会,缺赏识,缺资金。 大头拿着自己设计的CBD图纸追着老板要投资,老板却嫌她不会看风水,自己去银行贷款,没有担保,还被银行职员奚落。 郁郁不得知的大头蹲在公司的马桶上喝起了闷酒,却无意间听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爆炸消息。 公司高管准备陷害老板,好让他破产,然后取而代之。 大头不小心发出的声响被公司高管发现,公司高管想用巨额投资来封住大头的嘴。 大头陷入深深的纠结之中,他答应回家考虑一下。 男女主角一个相亲被骗,一个走路掉鞋,真是把被子走到了头。 晚上两人分别回到了自己租住的公寓。 大头想要化悲愤为食欲,洗了豆芽蒸了馒头。 鸦鸦则想要洗去买身的晦气,美美地洗起了泡泡欲。 这时离奇的一幕发生了。 大头洗豆芽的水池里捞出来一个洗浴球。 鸦鸦的浴缸里飘起了一把豆芽。 大头的蒸锅里出现了女士睡衣。 鸦鸦的毛巾架上出现了两个热馒头。 大头洗澡时永远也冲不干净洗发水。 鸦鸦想要洗发水却怎么也按不出来。 疲惫了一天的两人都想在睡梦中结束这荒诞的一天。 晚上更为荒诞的事情发生了。 两个房间居然慢慢重叠到了一起。 早上鸦鸦一记睡梦罗汉拳打醒了大头。 经过一番你追我赶冷静下来的二人终于发现墙没了。 两个人的家重叠在了一起。 两家的房门也重合在了一起。 大头的门向左开通往1999年。 鸦鸦的门向右开通往2018年。 这里要顺便提一下,原来鸦鸦买房就嫁人,是想要买回原本属于自己家的房子。 她的父亲出车祸后导致家道中落,她不仅失去了财富,更失去了父爱。 大头说这好办,接着打开门带鸦鸦回到1999年。 鸦鸦刚跑进院子就狂风大作,身边的事物也发生着惊人的变化。 原来重叠的世界也是有游戏规则的,自己只能打开属于自己时代的门。 如果试图联系另一个时代的自己,或者改变时间线上的轨迹,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,让世界变得不稳定,从而加速毁灭。 认清现实的二人终于开始直面生活,一说老歌让两人找到了喜好的交叉点。 大头问鸦鸦2018年用什么听歌,鸦鸦说手机。 于是大头被用手机蓝牙操作的磁悬浮音箱所震撼,还跟Siri来了一次亲密邂逅。 鸦鸦看着这个1974年出生,25岁属虎的东北虎憨憨,决定用一份外卖来震慑大头的三观。 山珍哥哥的客串扯面真正诠释了嘴比面还能扯的真谛。 我是楼海底最会扯的员工啊,不好意思,我可不可以借你,你没问题。 你快快去,不可以。 没关系,可以别。 画面一转,一个发型酷壽的疯狂博士为我们揭开了时空重叠的神秘面纱。 原来,博士利用两个平行空间创造出一个通道,只要找到通道坐标,人就可以在两个时空内自由穿梭。 一个神秘富豪想要利用博士的核心技术掌握未来科技,从而达到先人一步的目的。 鸦鸦上班偶遇了自己大学时的闺蜜小心机。 小心机不但处处愿意与鸦鸦攀比,更是处心积虑抢走了鸦鸦的男朋友。 一再跟鸦鸦炫耀,两年前他们已经分手,现在的老公是一个宠溺他的富豪。 面对闺蜜挑衅式的饭局,不服输的鸦鸦决定让大头伪装自己的未婚夫。 大头的身份也摇身一变,成了长居迪拜的富豪。 老话讲,属狗肉上不了大席,大头的土味做派让鸦鸦颜面扫地,心情落到谷底。 回到公寓的大头,想尽办法哄鸦鸦高兴,一番土味宠溺,高级而真实。 都为钱所困的二人迅速达成一致,他俩急需一笔横财续命。 于是二人去2018年的《档案馆查》1999年的报纸,再抄下彩票号码去买彩票。 开奖前夜,两人放肆地挥霍着金钱,挥洒着青春。 大头带鸦鸦吃了经典的雪人雪糕,鸦鸦带大头体验了威儿电影。 19年的光景真的变成了二人的弹纸一挥间,以至于二人都忘了最后谁开的门。 在2018年的酒吧喝了一瓶1999年的拉斐,即将报复的鸦鸦决定压上包和身份证再来一瓶。 酒过三旬,喝得微醺的大头也感受到了来自21世纪的撩骚,两人之间的情愫也迅速升温。 只是因为要脸,所以没有实质进展。 第二天,正印证了那句话,大人物的成功很难复制,小人物的悲剧总是惊人的相似。 虽然开奖号码权重,可就在要对奖的时候,彩票上的号码消失了。 随着梦想的破灭,两人的关系也在互相指责中急转直下。 争吵中,高端CBD大屏幕上,2018年的大头正在做主旨演讲,原来他真的成了地产大亨。 1999年的大头来到发布会现场,想亲眼看见2018年聚光灯下成功的自己。 突然大楼产生剧烈晃动,天花板也掉了下来,世界又变得不稳定了。 1999年,大头不小心被玻璃划伤手臂,2018年的大头手臂上马上出现一道疤痕。 随之而来的,还有大头和压压最近邂逅的所有记忆。 这让2018的大头瞬间好像明白了什么。 原来,2018年的大头就是那个资助博士的神秘富豪。 博士说他不小心把时光隧道的开口开返了,原本计划让大头通往2037年,却连接了1999年。 博士警告2018年的大头,如果1999年的大头在改变命运的重大决定上选择其他选项, 那么2018年的大头将会被过去抹杀。 2018年的大头如果想自救,就必须让1999年的大头完全按照自己的人生轨迹走。 18大头找到压压要他帮助自己,让99大头接受公司高管的投资活呈现在自己的样子, 并承诺买下压压家的别墅送给他,然后离开大头。 一边是宾利,一边是摩迪,男女主角同时站在人生的岔路口。 压压搬走的时候,通往2018年的门没有扣紧, 大头化妆成2018年的自己来到压压家的别墅。 99大头拙略的演技加上诺基亚的神助攻, 让二人能够直面内心,深情一吻之后,却又要念着对方的好而选择离别。 另外一边,阴谋如期上演,决定大头命运的选择也如期到来。 公司高管盗取公司机密,被老板撞见, 两人在扭打中,高管无意中把老板打晕, 他一不做二不休,拿起一瓶洋酒给昏迷的老板灌下。 大雨磅礴的夜里,高管驾车带着昏迷的老板来到一处断桥, 想要将老板伪装成醉酒驾驶的出车祸的样子, 好让老板永远不能醒来。 原来当初,大头就是选择了不阻止高管, 才获得了他人生的第一笔投资, 至此大头才如愿走上人生巅峰, 获得如今的成就。 谋杀事件之后的大头变得愈发冷漠, 开始信奉够狠就能赢的人生信条。 就在大头犹豫不决的时候, 老板奔驰车的钥匙扣吸引了大头的注意, 原来鸭鸭就是老板的女儿。 自己的选择试音, 日后的压压试果。 大头推开高管, 在车即将坠下的一瞬间, 做出了相反的选择。 影片的最后, 老板获救了, 大头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修正。 2018年的大头消失了, 蝴蝶效应开始引发连锁反应。 在时空交汇的转角处, 被命运捉弄的二人再次隔空相遇。 原来一切的美好都被留在了这里, 唯有真爱不能被时间和选择抹杀。 一念天堂,一念地狱, 人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选择题。 在A与B的选择间, 人生的轨迹也会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。 回望人生,直面自己。 我们都想过, 如果当初选择另一条路会是什么模样。 但无论是选A还是选B, 我希望终点都是 啊